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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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叫我做事也太自然了吧 搞清楚 你是我專屬的部下 你幫不幫忙啦 幫 舉手指好嗎 你很故意耶 是故意啊 這裡很危險啊 是學校的 放開我啦 不讓你起來 放開我啦 先不要 起人啦 不讓你起來 我先不要 不要 不讓你起來 齊悅 老師 你怎麼了 我剛剛提協報告來 然後滑檔 他是我 我不知道 他是理事長的兒子 也就是你未來的理念 我可不想跟你當朋友 對不起喔 他太沒禮貌了 沒有關係 你替你很有趣 田老師 老師 昨天再找你喔 好 我知道 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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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神 應該不會懷疑我們有什麼吧 他懷疑是對的啊 我們本來就有什麼 他最好找你一個搞笑的狀況 有種覺得阿萌有點不爽 是我想太多了嗎 你先來找齊悅了吧 她今天沒來上課你知不知道 齊悅不是那種會隨便跳課的女孩 我相信這點你應該很清楚 阿萌 我們該怎麼辦 我只是很擔心齊悅 她的心情已經到了極限 原意 你不是要來找阿神老師了嗎 阿神老師 妳的女朋友真的有夠漂亮 阿神 阿神 拜拜 妳還在這裡做什麼 搖頭會怎樣 我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做比較好 為什麼會傷害到人家呢 我真的只是想喝後的喜歡你而已 我才不管會傷害到誰 因為除了妳 我誰都不要 沒有 這件子怎麼在這裡 美弟說他撿到的 要我把它還給妳 不用還啊 因為這本來就是要送妳的生日禮物 妳要一直帶喔 從很久以前 就一直想像這樣 在阿摩的面前 不顧一切 我們在做什麼啊 我們不是故意要偷看的 只是 只是剛好到這邊閃個月亮而已 妳們從什麼時候開始看的啊 就是從 我才不管會傷害到誰 因為 除了妳 我誰都不要 直接去開始吧 找死啊 快點 雖然是隱密的愛情 不過 還是有人了解我們 祝福我們 支持著我們 有什麼事嗎 姐姐 沒事啊 來 哥來這邊 我用什麼 是嗎 車無聊 美弟的事 妳打算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不知道妳的問題是什麼 我看到她跟你告白 所以咧 什麼所以 這應該是我問妳吧 妳擔心啊 才不是 放心啦 女生像我告白這種事 妳慢慢就會習慣 你好像很得意喔 我才沒有擔心 心情不好 就一爆破幾個塑膠袋嘛 這不是妳在偶記上 教妳的消氣法嗎 原來是妳擔心 還說是我擔心 鬼啦 妳才小鬼 人家她順勢成熟 妳就算她是歐機上 怎麼這麼沒風步啊 我真幼稚啊 怎麼樣 我真幼稚啊 怎麼樣 我真幼稚啊 怎麼樣 我真幼稚啊 怎麼幼稚啊 我來囉 你們 果然這樣就有個男孩子 感覺就是不一樣 兄弟姐妹打擋擾擾擾 好好玩喔 阿姨 真的很一流耶 肚子餓了嗎 我趕快去準備 小月 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說呢 阿聖的事情 聽說他在你們需要兼客 我剛剛在路上碰到他還嚇一大跳 聽說他還參加你們籃球獸的活動 好嗎 媽媽 拜託妳不要在阿姆面前提阿聖好不好 妳生日那一天呢 我也要請阿聖來家裡喔 媽 妳幹嘛做這種主張啊 我以為我這麼做妳會很高興的 妳不是說將來長大以後要做阿聖的新娘嗎 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有證據的 媽 媽 阿姨 今天晚餐吃什麼 今天晚上吃麻辣鍋 我有買過你喔 好可怕的笑容喔 怎麼好吃的麻辣鍋 阿姨 妳剛才說姐姐先搞失聲烈啊 媽 怎麼那麼辣啊 妳不是說小辣嗎 很好吃對不對 妳還好吧 妳流汗囉 對 妳說得對 就是失聲烈 我們小月月以前還說啊 非阿聖不嫁 發脫式的喔 我哪有啊 妳不要亂說 妳忘了啊 我證明給妳看 媽 妳要幹嘛啊 真過癮耶 阿貓妳看 這次小月國中認識基本 裡面全部都是對阿聖甜蜜的回憶 小月月的時候好可愛吧 真的好可愛喔 為什麼我不是那時候認識她呢 一整本都是 對 小月 我答應阿聖 明天妳陪她去走走 媽 妳幹嘛都製作主張 因為她說想去爸爸的舊家看一看 那我想這樣也好 妳把鑰匙拿給她 妳就順便陪她去看一看 那一邊充滿妳小時候的回憶 辣的我都快冒火了 還有一件事情 小月 妳不要難過喔 我好像看到阿聖已經有女朋友 很漂亮耶 好像還是一間咖啡店的老闆娘 媽 妳早說嘛 我跟妳說過多少次啊 講話要講重點 這樣妳就放心了 這樣妳就放心了 阿聖 阿聖 幹嘛坐在這啊 我想妳總會出來拿小夜池之類的啊 吐車不忍啊 吐車不忍啊 在我房間裡 腰筋去哪啊 那是認識阿聖之前的事了 那時候的感覺 有碰碰的心跳 有浪漫的幻想 有害羞 還有對未來的期待 那些感覺全部都是真的 可是在遇到妳之後 可是在遇到妳之後 怎麼樣 我才確定 我沒有後悔先暗戀上阿聖 然後又暗戀上原衣 妳不後悔 對 因為這裡的溫度 才是最真實的 可是我看到妳生氣的臉 就會焦慮不安 哪有生氣啊 或者是妳一領口是心扉的樣子 才會讓我忍不住想笑 為 因為有比較 我才知道 誰是我一直會喜歡的人 有沒有生氣啊 日記本可以還我了吧 休想 還我啦 這我的意思耶 我沒道德啊 我還沒看呢 怎麼可能還給妳啊 阿牧 看完以後我會決定 我要撕掉來燒啦 今天跟阿聖跳了人生中的第一支舞 我覺得世界實在是太美麗了 今天看了一本愛情小說 男主角好像阿聖喔 又會念書又會運動 氣質又好 如果我可以變成故事中的女主角 那我的人生就從黑來變成彩色的 小口口的好爛喔 但是因為這樣可以跟阿聖撒嬌 當阿聖把塑膠袋砸在我的頭上的時候 一點都不痛耶 反而覺得好快樂喔 上帝啊 拜託你 讓現在出現在阿聖身邊的女生 全部都是大豬頭 讓阿聖看到就想吐 還有 快點讓我長大吧 這輩子最大的目標 我一定要當阿聖的新娘 小跟我裝可愛 小跟我裝可愛 笨蛋